国内新冠疫情逐渐趋缓 连续好几天没有新增社区群聚 不明感染源也低于10例 疫情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为了要让未来判断疫情警戒等级持续稳定 所以将会调整警戒指标 依照疫情中心疫情警戒第三级指标 是指单周出现了三件以上社区群聚事件 或者是一天有确诊10名以上感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 但是最近的疫情都低于上述的指标 陈时中表示 这显示先前定定的疫情警戒指标相对不稳定 疫情发展可能会介于指标中间 目前指挥中心正在讨论 更能展现疫情控制和应变能力的相关指标 以便调整相关的警戒等级分类